現在歡迎您的廖子惠女士李鴻先生 尊敬的廖子惠女士李鴻先生 尊敬的加拿大聯邦國會議員譚耿先生 葉嘉莉女士鋒馬曼玲先生 尊敬的各位社區僑領 各位僑胞 各位青年朋友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今天代表总领馆来参加 由加拿大几名企业家基金会和青少年基金会 主办的2019年的慈善晚宴 我今天到的比较晚 但是首先一进入这个会场 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今天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 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 朝气蓬勃 是我回想到去年参加这项活动的时候 我们举行的青少年创业创意大赛的颁奖典礼 里面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 和具有才华的青年人 我相信经过一年的发展 这些小朋友们 这些青年朋友们一定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所以要感谢我们青少年基金会 以及移民企业家基金会 给各位给华侨华人的企业家 以及下一代搭建的这个平台 我们作为主席国的代表 希望青少年基金会和移民企业家基金会 越办越好 会晤兴旺 促进我们华人社区的发展 促进为加拿大的经济社会建设做贡献 也能够为中加两国的友好交流合作做贡献 最后祝在座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谢谢大家